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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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晚安 大家晚上好 今天在宿舍 哪一次不在宿舍 每天都在宿舍 我也是 你家很方便 這是意外好不好 哈嘍蛋他 哈嘍吃西瓜 哈嘍若童 哈嘍海豹 哈嘍勇哥 哈嘍安息 哈嘍沉得住 哈嘍羽 哈嘍 小阿光 謝謝小阿光跟蛋塔的 幸運四野草 謝謝 哈嘍琪 哈嘍主委 哈嘍巍巍 哈嘍安沙卡拉卡 謝謝 謝謝蛋塔的一封信 謝謝蛋塔的浪小寶 風氏族 風氏族 最近就是氏族 但我對足球 沒有那麼大的研究 謝謝 謝謝 謝謝懷懷的幸運事業草 謝謝小阿光的一封信 晚安 晚上好 謝謝YoshiHero的緣分相遇 晚安 哈嘍 謝謝潘朵拉的行李箱 晚安 晚上好 哈嘍大男仔 大男仔 謝謝艾拉的守護許願品 哈嘍阿亨 哈嘍阿比 哈嘍 謝謝 謝謝蛋塔的緣分相遇 大家晚上好 哈嘍阿 哈嘍阿 哈嘍小魚 晚上好 謝謝安息的緣分相遇 哈嘍 衣服很可愛 就是 衣服很可愛嗎 愛不得 很可愛喔 很可愛喔 公主欸 Snow Black 謝謝遊戲Hero的守護許願品 可愛吧 謝謝 劉劍谷的 火球 火焰足球 簡稱火球 我為什麼只念兩個字 哈嘍QK男子 好多公主哪裡買的網購 欸 今天可以開那個欸 間接區太久 我是雙11買來的東西 我看 在這 有一些就是衣服 就算了 我覺得可以開這個 你買很多嗎 沒有啊 根本 你知道嗎 每次到雙11的時候 就會想不到買什麼 不會吧 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會啊 你們不會想遲到欸 其實我覺得 OK 開箱 超小一包 超小一包 應該不會看到我在那裡 超小 超小一包喔 我買了這個 我買了這一個啊 摩浴爽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你買 我買了一點點 可是是香辣的感覺 你不會想吃欸 我買了好像 一二十包 是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買了十包 我買了十包 如果好吃的話 就再買這樣子 對 因為我很想 我沒有從 我沒有網購過零食欸 然後我買了 我還有看到兩個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也買了 不知道什麼 老酸奶 什麼軟糖的 軟糖 但聽起來很怪 所以就是 那我試 那我試試看 什麼意思 今天來開箱這個 老酸 老酸糖 我知道抹浴爽 一定很好吃 所以不需要試 我只是不知道 這是什麼 它看起來就 有牛奶的味道 嗯 它像是牛奶糖 還好 嗯 很像 也很像 它是軟糖 吃起來就是黏牙 要試試看嗎 它是 它是酸奶 軟糖 如果你不想要 好 大家算了吧 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不要買了 就牛奶糖 乳酸口味的牛奶糖 這樣子 而且我真的很不喜歡 吃黏牙的糖 牛渣糖 沒有啊 牛渣糖還比較 再脆 再 硬一點 我也不喜歡 因為它黏牙 這麼不推 也沒有啦 喜歡軟糖的人 欸 也沒有到酸掉的牛奶糖 它是好吃的 它味道是好吃的 可是 我真的是不喜歡吃 欸 我把它吞進去 我直接沒咬 那我不想把它咬爛 就是 它真的很黏牙 就是乳酸口味的牛奶糖 它還起司 你好像 而且很 還是硬 還是硬的 可是自己好笑 這匙喜鼓 你那口腔卡 嗯 它特色就是 嗯...它有...對...它有這個延展性 一邊吃一邊玩 起司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糖果了 應該太甜了 而且我真的好不喜歡鹽牙 我以為它是沒那麼鹽牙的糖果 感覺大家要需要等我 太甜不好 對 我不喜歡太甜 太甜事務所 我其實看起來有點... 憔悴 畢竟是三分鐘畫完的妝 好安 那家馬上好 看起來很陰森欸 已經... 現在都沒有光了 我今天沒感覺是... 因為我本身自己就很甜了嘛 王阿謝謝你 甜嘴巴 哈哈 憔悴 太爽了 這個還用試嗎 這個不用試吧 可是這個也是我到現在還沒有吃完 裡面這個 它會... 就是我一直... 就是... 舔它嗎 舔它嗎 我不知道在... 在... 在... 在這個... 嗯... 我的口腔裡面 它會自己融化嗎 會吧 謝謝秋日紅的舌尖美食 它有其他辣度 可以漱口去... 味道吧 那麼專業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吃什麼 今天晚上吃酸辣粉 對 沒錯 我的愛 真的很喜歡吃酸辣粉 今天點了小辣小酸 然後... 因為問... 高音姐跟張華白白一起吃 也玩一家出去吃飯了 然後... 就問他們要不要吃 然後... 拿到之後呢 就看顏色 紅色那... 那一碗就是我的 其他就是他們 超好分 謝謝Jafia的 新夢應員棒 謝謝 朝昆的 很突然 出色其他人不... 不爱吃辣嗎 不愛吃辣嘛 你覺得吃辣嗎 她...那個... 高音姐是 一點點 然後其他人是不遲 對吧 嗯 哪種不吃辣就是沙 對 完全不行 那種我根本感受不到辣的地方 那這個棪子竟然跟我說 她...她覺得很辣 嗯 對 然後我就想說那髒話髮真的不能吃 然後王一家也不能吃啦 王一家是會哭的那種 真的是只有睡覺的時候才是小天使 酸辣粉點不辣嗎 對啊 但是它還是會有酸辣粉的那個味道 所以小琴是宿舍最辣的 是嗎 差不多 差不多 微辣 微辣 那是一家 一家是最辣的那一個 我不知道是辣最辣是不是 但是它是最有的那一個 不吃辣很健康 真的喔 我是蠻喜歡小辣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磨玉酸 我剛剛終於吃完了 我能夠感受得到它其實沒有很划算的原因是 我覺得它好小 比我想像中有點小 可能是買錯店家 看起來就有一點 就有 它直接型的是怎樣 是不是因為太 那型裝太像了 應該是 我沒有要餵你耶 這是我的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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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很太呼嚕 沒有要給你耶 不是你的耶 媽咪 這個 它看起來很小 喔1.5的耶 喔辣的 一口就吃完了 一口就吃完了 喔蠻辣的耶 很麻辣感吧 麻辣感 然後吃完之後有點 後味 這個可以騙 王一夾 或者是上好法吃 因為他們吃的時候 他們感受不到辣 然後後面他們就會覺得 嗯 我的舌頭很痛 這樣 那種感覺 喔這個好像有點硬辣耶 它沒有到 真的是 而且我買的是 香辣味 好辣喔 好辣喔 可是沒關係 我就喜歡 哼 哇 太多了 太多了 它是想吃這個 然後 在那邊拿一 然後就 一抱它 就開始呼嚕 可愛喔 怎麼了 撒嬌喔 好辣喔 TikTok點就撒了 Thank you Thank you 欸很辣耶 就是 厚 厚 厚辣 厚辣厚辣 會約 Mina 跟 Shia一起吃辣嗎 是不會 因為 我跟他們的level 不是同一個level 我就是那種 一點點小小的 小小的辣 對 它看起來很像那種 肉泥 對 我覺得 我是捏開了 然後他以為是 然後他就跑過來 然後聞到好像不太對勁 好辣喔 但是 你知道就是那麼辣 他會想要一直打開 然後一直吃 但是呢 又真的很辣 我們深夜回家 也沒有到很深夜 然後我就 因為我也肚子餓 然後就買點 你們敢給獅子吃辣嗎 當然是不敢啊 吃吃飽之類的 好辣喔 然後他就聞到 他就過來 然後就聞聞聞聞 然後接澡 他討厭其他 獅子常吃貓泥了嗎 沒有耶 還沒吧 不行吧 不行吧 很少 其實我最近偶爾會給他一次 說那個獎勵他的時候 他最近受盡苦難 就是那個他打針的時候 他吃了兩種耶 對啊 醫生給了他兩種 對啊 好棒 怎麼了 剛剛有人問 很辣喔 TikTok 對 大家可以 麻煩大家幫我多多按讚 在 在TikTok上面搜尋 搜尋什麼 搜尋劉曉晴這樣子 搜尋 Circle Jam 不是 AKB48 Group Asia 對 然後有一個帳號 然後裡面有一個 我的影片 但我覺得搜尋劉曉晴比較快 搜尋劉曉晴 然後 就是戶外景色很漂亮的那一支影片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就幫我按讚 因為就是我們在進行一個 AKB48 Group的活動 然後只要點讚 前五名的人可以到泰國的曼谷的舞台 所以就非常需要大家的幫忙 這大概是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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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今年嘛 可是今年也快結束了 所以可能就是 這 就從今天開始算 12個月裡面 本年度 就是 真的是 十分十分十分 十分想要實現的願望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完成這個目標 好啦 公費出國 對 麻煩大家可以幫我多宣傳出去 畢竟就是 不是我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幫忙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幫我多按讚 然後 也 就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跟他說 就是按個讚 或者是用人家的手機 他說你手機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嗎 然後就按進去那個網頁 然後按進去TikTok 上面按個讚 這樣子 嗯 對 未來應該會多發幾篇 這樣子 我今天的 他自己進去 他也要出來 他想出來 哈哈 他 嗯 借用借用 前五是本部的前五 全部的前五嗎 還是AKB前五 我們就是AKB啊 全部是什麼 對 全部 就是所有姐妹團的前五名 才可以去 所以就是非常希望大家 可以幫我們多多的 就是 宣傳分享跟按讚 按讚 對 謝謝Map的守護品 小心跳得超好看 後面還有白鳥飛過 對 我說因為那隻 那隻 那些鳥 真的是 值得 對 請大家送我們一起去泰國吧 謝謝 謝謝老沙的 摯友包包 對 但除了我多發幾篇以外 也希望你們就是 真的可以就是 多多的分享出去 然後幫我多多按讚 對 小心一定可以去泰國的 但願 我真的是 就是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願望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希望你們可以 跟我一起加油 謝謝 掰掰 來 連鳥都可以充足 我沒有控制 有發就按愛心跟分享 謝謝 多多分享 謝謝 廷瑞的 夢幻 夢幻泡泡 對 我現在直播開始放一個QR call在這 大家就是 直接刷QR call 謝謝正遠的紅玫瑰 是不是可以發一個 獅子機應該看起來很活潑 對 其實還好耶 我覺得這幾天還蠻乖的 對啊 搞到我好想再吃 完全無關 但是好想再吃一包 可是我只有買十包耶 我覺得已經 可以再買十包 是啊 其實也沒那麼貴 那你就很辣啊 嘴巴都是那種辣油的味道 好想說 邊辣邊喊 開 邊喊辣邊開第二包耶 第三包 我以前真的 我沒有在網上買過零食 因為我覺得 一是我不知道 就是要不要買比較好 因為你不覺得 就是零食你就不知道 就是買食物感覺有點怪怪的 我以前一直覺得有點怪怪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買過零食這樣 然後第二件事是我覺得 就是你像 網上買東西是沒有直接付 不是直接付錢嗎 然後就算 你用卡付也好 或者是貨到付款也好 就是後來的事 或者是無形 就在進行這件事 就會有這種很不踏實的感覺 就是 要買的話就是 例如說 買衣服什麼信用卡付款 或者是說就是貨到付款這樣 然後 好像就是 喔買了一個大的東西 然後你不覺得零食就是有很小的東西 然後 你還不出去買 然後你應該用訂的 你買很多就不會這種東西了 是啦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的錢為什麼要花在買零食上面呢 好吃 我剛跑買欸 對啊 我就剛跑買的時候 然後後來 漸漸的 我看到身邊很多人就會買零食 例如說 從以前顯迪期開始 他就很愛買一些 小小的 什麼果乾啊 之類的 然後就拿回來說 欸我買了訂了很多零食 我說喔很酷欸 然後就買一大箱都是零食 你有買過嗎 好像有 好像沒有 對 我是這一次 我也是啦 因為正常來說 好像不太會網購 就是來了之後 就錢歸自己灌的時候 就開始亂來了 對對 好恐怖喔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買零食欸 就是網上訂零食 然後我就想了很久 因為 我覺得 就是 平常可能買不下手 但應該今天是雙食一 就會有一個 不買就是對不起自己的感覺 但其實也沒有便宜太多 嗯 可以一點點 還有便宜的韻非 因為很多食物好像沒有 沒有免韻 嗯 我買其實好像也沒有免韻 不知道在買幹嘛 不知道我東西在買什麼 之前都是麻麻雞不用買 不會欸 她都會叫我 我媽網購 然後再 可是因為你們是 本土 對啊 對啊 她要去買進口零食 她要去買澳洲洋芋片 沒有 我說運過來是 直接運過來 所以可能比較快一點 嗯 然後我媽 就是我就不會叫我媽 除非是衣服 跟重要的東西 例如說 一個東西 就不然的話 她都不會 就是寄什麼零食過來 每次她不然 沒必要你自己訂就好了 對對對 然後她就說 你要買的話你就自己買 後來衣服也是 然後她就是說 好啦 她就說 就是有想要的東西 就自己在那邊買就好 但是呢 因為我一直 衣服本來 我本來是一個沒什麼衣服的人 然後 本來 就在香港來說 是沒什麼衣服的人 然後 又來了之後 錢會自己管 所以就是很愛 就是會多了 就是用自己錢的部分 然後就開始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衣服 首先從衣服開始 嗯 然後 就是 我本身在香港也有很多喜歡的衣服 然後我就全部都寄過來了 就是 或者是說我回香港的時候帶過來 所以 變成我 在香港沒有衣服 就是沒有 對 沒什麼衣服 T恤一兩件可能用 而且 而且 回台都吹超醜T恤 對對對 對 然後 因為 呃 而且我又很久沒有回去了 謝謝 謝謝Calvin的禮物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會穿的衣服 對 然後她會舊嘛 而且就是 封城你知道 因為畢竟兩年多三年嘛 然後真的是 有些 我媽也丟了 因為就是 太久沒有人用 因為大家size 我 我家裡有兩個男生 他不會穿女生衣服嘛 然後我媽跟我的size不一樣 所以 就是也不太一樣這樣子 所以 就基本上都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 沒有衣服 所以 我上次回去的時候 我就帶了蠻多的 但是我 因為我帶自己洗的 那你回去 你一定是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嘛 對不對 開心 你不會帶一些 就是平常不太會穿的 可能會 但 也有可能會 對對對 我有這個想法 但最後 你出去還是會拍照嘛 你還是會 就是穿 想要穿自己喜歡的 那你喜歡的話 你就會想要一直穿著 所以我 穿過去又穿回來 妳懂嗎 又帶回來 因為我不捨得放在那邊 因為太少回去了 唉 天音法法這麼驚訝 小金衣服 我衣服很多 我衣服 我很多衣服 對 超多 就很愛買衣服 真的是女生 宿舍一半的衣服 對 是 剩下的我們三個分 有那麼誇張 妳的比較少而已好不好 哈哈 我外加也蠻多的 我跟高級也蠻少啊 對啊 宿舍最多 對啊 小金術在哪裡買衣服 就是網購啊 蝦皮 對啊很愛蝦皮 蝦皮我 我 就算買自己 沒有什麼在看網購 然後 我也雙十一 之前我喜歡去做點功課 想說什麼可以買 然後發現衣服超便宜 就是 對啊 一大堆的 然後就很好看又很便宜 天啊 因為妳有買衣服嗎 我沒有啊 妳這次有買什麼 我 衣服是買 那個啊 就是我剛剛以為不是買一個那個 700多塊的那個 這個十字 啊 這也是雙十一有折扣的東西 很好 然後我買充電線 沒有我說網購 充電線啊 只有充電線 因為網購 網購 那 那小髮本來就是 不太是那種 買衣服的人 我最近買了很多衣服啊 嗯 有感受得到 包括妳這個帽子 我真的很喜歡 這也是這也是 雙十一嗎 網購 那也是 主打雙十一的 嗯 嗯 我買了一件褲子 然後他就 嗯 一件褲子 一個帽子 然後他送一筆帽子 這領域送的 嗯 很棒耶 很可愛 他最近的帽子都很可愛 兩隻 他最近很長 鬼帽子 鬼帽子 謝謝阿萍 這禮物 啊 怎麼了 辣 你晚點會想要吃宵夜嗎 我想要煮點東西 我吃 然後他也吃 然後你也吃 應該不會耶 OK 你可以留給這位 你覺得媽媽 你覺得媽媽回來吃 今天要把它吃完嗎 大概是沒有的 我剩五包了 我已經吃一半了 不要了 不要再吃了 然後買了一些化妝品 這有一些 就是 怎麼說 有些化妝品就是 喔我還買了手機殼 磚 喔很棒耶 磚 磚 就是 叫什麼磚櫃沒有 就是實體店比較難找到的 然後他就是 有很想試試看 評價比較好的 化妝品 把我的三樓弄了一下 但我忘記我買了什麼了 好吧 他現在拿了電腦在我旁邊 然後逼我看 你也都逼你好不好 他的房子有多麼的漂亮 對 他的minecraft 真的是越經營越來越好 來稱讚一下大方 這個那麼廣大的 這個建築物啊 能夠看得出來 裡面呢 就是非常的乾淨 乾淨 超亂的 然後呢 也非常多色彩繽紛 然後外面呢 就是 他的主打主題呢 就是樹屋 對不對 是是是 他主要的材質呢 是用木頭製成的 沒錯 那木頭製成的同時呢 他除了普通的木材以外呢 他也使用了原木 哇 原木是非常的珍貴的一個 器材 那個一個材材材料好不好 你會吹 小琴沒進去幫法法 這是單人 可惜啊 這是單人模式 他不允許我進去 沒有 他有一個這個 所以你還是抓IP位置 可以 開 可以啊 去網路 但我不會用 好辣喔 對 欸 我繼續看你的 可以嗎 不行 不要好了 不會啊 沒事 我怕你等一下會遇到怪物 好 另外呢 除此之外 他在建築物的外面呢 就是 我想要把他講完 建築物的外面呢 放了很多的樹木 不是樹木 應該是 正確來說呢 應該是那個 樹葉 樹葉跟 一些藤蔓 上面呢 放著發光的果子 好不好 發光的果子 嗯 嗯 非常的漂亮啊 對 他不是 欸 他不是創造模式 但是他是有開OP的 所以他自己可以 就是 直接打指令 另外喔 讓我們進去他的房子看看啊 欸 非常的別緻的部分呢 他在家裡面以外 他在門外 也放了一些燈籠 是非常漂亮的燈籠喔 應該是說燈吧 也不能說燈籠 但他的造型就非常像 真的喔 那彰化法的家 最最最最值得推薦的一件事就是 我可以把它簡稱為動物園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有很多動物 他每一個單人模式 都養了非常多的動物 你會在 你只要走三 三四步 就跟台北的飲料店 手搖店一樣 你走三四步 就會看到 一隻 動物 然後同時呢 他在頂樓 也放了非常多的 呃 果質 果實 果實啊 莓果吧 我猜 嗯 好 我不知道現在 走去哪裡了 對不起 等他回來自己收拾這個餐具 對 養最多的是什麼 應該是貓咪 我剛剛看的是山貓 他真的很多動物 對 我們呢 我們有開一個就是 呃 多人模式 然後多人模式的伺服器 我有段時間沒有上 然後 我記得上一次是 我剛好 呃好像 有 練習 所以我晚上出門了 但是他們兩個在家有開伺服器玩 還是我去睡覺了 忘記 對 然後他們就打開了一下那個伺服器 但是我有一段時間沒有登進去 我應該還在地獄 呵呵 嗯 法法的麥塊裡面有養獅子嗎 獅子只有一隻吧 只有這裡 對 然後呢 未來的果實 是的 要不要直接讓我們看畫面 不要啊 咳 我今天看起來真的很憔悴 咳 有 那個 那個霜 不是 因為我 我覺得今天蠻腫的 然後 然後眼睛也腫起來了 我的雙眼屁不見了 算了 你們就看著這個 非常居家 居家到一個點 沒錯 這裡是宿舍 大家看清楚一點 宿舍 對 沒辦法 就宿舍就是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 舒適 那妳站著我的位子 我講完了 妳有什麼需要值得推薦的地方嗎 呃 什麼意思 妳要做評鑑是不是 是哪裡啊 妳有什麼事 我不知道這是哪裡 而且我走到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卡在裡面 2樓 居家 是的 哈囉 包麗熊 Dreaming Room掉下來嗎 Dreaming Room好像被我弄走了 因為 我覺得它寫的沒有很好看 它這樣子很久啊 你們就是回去看任何的 呃 呃 呃 就是畫面 妳都發現其實那個Dreaming Room 沒有很久了 三樓就是這樣子 所以最近我沒有玩Minecraft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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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都沒在玩Minecraft 嗯 就沒有在玩Minecraft 就剛好沒有在玩Minecraft 我最近在看劇好嗎Minecraft 那我也是請了 請開伺服器 那我一直在錯過Minecraft 對啊 因為她那個時候在學校 然後 她就是叫我開伺服器 然後我看了之後我就要開 但是 我看的時候可能已經過了兩分鐘 兩分鐘而已喔 然後我開又要一段時間 可能五分鐘之後 就跟她講 嗯 大概五分鐘之後說 欸我開好了 然後她就不回我吧 然後 然後過了一陣子就說 然後因為 因為沒有人 一直沒有人在伺服器裡面 她就會自己關掉 然後我就看她關掉了 然後我就再按一次 你沒有跟我說 但是我一直在按 但是你都沒有發現 很假的 對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等 我就等很久 我就等你什麼時候 就是再講一次 因為我看那個時間 我記得她剩一個十分鐘就會關掉 就是 我沒有人就會關掉 然後 沒有她不是十分鐘 是喔 很快 真的假的喔 一兩分鐘 很乖 然後想說 然後隔十分鐘就看 然後想說 喔我們是不是才剛好 就是剛好關掉 對 Minecraft可以做陷阱或機關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我不會 對但我不會 什麼劇 等一下啊 等一下要跟你們分享 謝謝小憶的新夢與應援 謝謝小憶 然後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又過了大概 十分鐘吧 然後她就說 妳沒有說 妳沒有說 然後我先說 我說我們是不是錯過 嗯 然後說可能是喔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再開一次囉 我看到她回了 所以我就馬上再開一次 然後她也沒有加入 然後就這樣過了兩三次 最後有 那個嗎 有啊有啊 有登進去沒有 對 然後就看 太久沒有登那個世界 突然不知道要做什麼 在哪裡 對啊 我還在地區 哈哈哈哈 超好笑 發發有做什麼機關嗎 我不會做紅石欸 呃 對啊 這個世界唯一的紅石 是高音爵做的 你像在收割機 對啊很棒 我的 沒有啊紅石機關 唯一 我們有在用 我們兩個真的有在用的 就是那個 車 礦車 喔對 礦車有 礦車only 問題是 發發在學校為什麼要找你開吧 因為伺服器在我這啊 我是那個伺服器的管理員 人 對 欸欸 幹嘛 你還說他可愛 他咬我 你說他可愛 但彰化法真的是 建築越來越厲害 想當 當 想當年 想當年 就是最不認識什麼叫minecraft的就是他 因為早 大家都知道minecraft很久 大家都有 雖然沒有在玩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知道很久嘛 但是彰化法是今年才開始 哦 minecraft 什麼 然後一開始叫他玩的時候他還覺得 哦 還好沒有很想玩 可是我的電腦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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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還是看別人實況看得多了之後 還是開始了他的麥塊之旅 是的 是的 獅子怎麼咬小晴爺爺呢 他真的很愛咬我 對 不覺得嗎 是啊 其實大家都 蠻長的 但我真的是 最長的那種 對 我說 張化法有 大概有一天兩天沒有見到獅子的時候 他回來的時候 我突然 我看 還好我鐵很多 OMG 他剛剛燒了鐵 然後他想要做一條褲子 然後他不小心做了六條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他最近沒有咬人 就是沒有 那麼常咬人 可能因為有多 有多 很多的玩具讓他玩 好 回去剛剛的話題 回去剛剛的話題 就是 張化法有一天兩天沒有看到獅子 他回來之後說 哦獅子 在哪裡 貓咪 好可愛 廖映 她是最最可愛的貓咪 對 我的精神糧食 對 他就很像我旅行回來 就是那麼久沒有見到他一樣 好像半個月沒見到他 但其實他只有沒見到他一天而已 然後我記得我 我每次去旅行回來的時候 我就說 走開 我都跟獅子說 不要 走開 浮誇 我就沒有特別寵他 他有很可愛的時候 我就是 他現在就很可愛 就是 我覺得在你們的懷裡 或者是你們抱著他的時候 他是最可愛的 嗯 是啊 我也覺得 會動的他就還好 太難控制了 應該是無法 不是控制 是無法預測 對 喜歡找特別 對沒錯 我只會稱讚喜歡找的他 嗯 一家昨天才見邪 真的假的 對啊 刮到他的嘴巴 天啊 欸我今天有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欸真的 告狀了 每次直播都在告狀 這裡這個 看不到欸 有點 欸對不起 欸你那個比較明顯 欸你那個比較明顯 這個啦 這裡 大家一定看得到 這裡 這也都是一些 不是啊我就是還蠻喜歡我自己的手 他之前這裡有一條 超痛 直接很像 很像割什麼的樣子 被割到 對啊 臭毛 啊不是世界上最可愛的 是啊 真的愛臭毛 對 我要來研究紅少獅子的師父 對啊 真的是 就是 我就覺得 就是 我的天 好可愛 不是好可愛 好可憐 啊啊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哭 Cripper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謝謝方方的好優商 好優商 好優商 優優 優優 剛剛想說 為什麼最近又有優優的感覺 是因為我看了 B&K48的 對 一起來超優的 一起生的 嗯 你們那天太優了吧 就是 我那天很 我那天很 我那天好像 還蠻開心的 因為 原本 原本是蠻開心 因為我那天去了看 炎亞倫的演唱會 對 在那玩家一起去看 然後 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家去吃飯 然後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B&K 就是出了新的 MV Giwaru Days 然後我們就說 欸那你看了嗎 還沒還沒 那要不要一起看 這樣 然後其實原本是想要忍到 回宿舍之後再看的 然後 感覺我們已經感受到 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可是 就有點迫不及待的 在節目上看了 然後就是很難過耶 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那天就是哭得很慘 但是我回來之後 我就跟 就是張法法跟高音爵分享說 我們看了這個MV 要不要一起看 啊張法法還沒看 他就不想 他就沒有再看 他就在旁邊 對他沒有再看 然後但是 就是高音 跟高音爵又再看了一次 然後 還是很難過 對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又再哭了一次 然後 後來 因為 官方還有在公佈 他們 除了MV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呃 出披露吧 就是出披露這首歌的 那個 演出 對 然後看那個 然後又再哭一遍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發現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首先 一起生 我真的很喜歡 BMK的一起生 的前輩們 因為我 本身 我本身BMK的腿也是一起生 就是Mobile嘛 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很喜歡Mobile 然後他要畢業的時候 當然也不會覺得 他一定要留下來 但是只是單純 單純的覺得 就是還蠻喜歡 他 然後 希望他可以 就是 有更好的發展的同事 但是也很不捨得 他 就是 離開BMK吧 這樣子 對 謝謝鐘營的 鍾情玫瑰 然後 對 雖然是 其實我對於 就是BMK的 一起生 們 畢業這件事情 並沒有感受到 非常的憂傷 對 沒有感受到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覺得就是 大家就是為了他們 就是未來的發展 然後只是 踏出另外一個 踏出現在的這個領域 然後去到另外一個 新的領域而已 但是呢 你知道就是 當你離開這個團隊之後 然後 重點是 就是 將不會 你身旁的將不會是 那一群人 你懂嗎 就是我們很珍惜的是 就是 他們作為一個團隊 然後一群人 然後因為 就例如說同學好了 就是 一群人一起相處 然後因為他們 組成了一團 然後才是那個團體 這樣子 那個團隊 當然就是BMK 還是會有未來的發展 就是可能BMK 這個東西 這個團體 會繼續由其他的 後輩們傳承下去 可是因為就是 就是成員來 就是成員 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 一起生也是 就是一個觀 一個光景吧 就是一個回憶 跟 很好的 就是回憶 因為我喜歡的就是 就是一起生 剛好也就是一起生 當然我也是很喜歡BMK 對 然後 所以就很不捨得 他們 這一群人一起相處的這些時光 對 一個時代的回憶 就是這一群人 對 團體一定會 一定會繼續延續下去 就是傳承 慢慢的傳承下去 可是就是 就很喜歡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包括他們就是 單曲啊 又或者是 日常的 一些互動啊 甚至是 一些影片啊等等的 對 到時候 對 而且他們也快 也 畢業也唱會了 對 就覺得 離畢業的日子 越來越近 恩 謝謝CK MK的掌聲鼓勵 謝謝欣欣的小金棒棒 然後所以呢 我其實還蠻不捨得 也很 因為很珍惜 就是大家就是 相處的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相處的這段時間 但 我沒有看影片就不會哭 對 對然後 但是就是 所以才覺得就是 很難 很捨不得吧 這一段時間 對 然後 因為已經在倒數嘛 其實我還蠻不喜歡倒數的 因為 就是 就是你已經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你就要慢慢數著 就想著 還有幾天還有幾天 其實還蠻難過的 然後 我就看到他們的MV 他們MV主打的是 有點像 就 回憶 以前的學員生活 就是 他們把 團隊就是 B&K的這段時光 就比喻成 學校的生活 然後 他們 有三個人就是 應該是 欸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 Music跟 Mobile跟 我不會念他的名字 PUPE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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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三個人 是嗎 如果沒記錯的話 然後就是 有個穿插 就是他們 拿到了一個東西 然後就想說 應該 我猜是回學校 就是像什麼 回校 對 是嗎 反校 反校的感覺 就是前輩 前輩反校的那種感覺 然後 他有一個 有一個過場 就是這樣子走 然後這樣走過去之後 就回到了 就是穿著制服 就是有點像 回到了之前的時光 就是他們回憶一些 以前的時光的感覺 然後想說 蛤 因為一下子都看出來了這個比喻 然後覺得很 很touchful 你懂嗎 大家touchful 然後 他們演的 他們 然後我就一直說 他們笑得越開心 他們演得越真實 我就越難過 因為我就覺得很 很真實 對所有東西都是 就像是在訴說著 他們 這段時間 因為一起經歷過很多東西 然後 這些日常 所謂的很多日常 都已經就是要慢慢的 離開了 然後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一個 MV 他們就是說 他們在 學校生活 就是很快 很快樂 很開心 所有回憶都是開心的 然後 再回到 然後一個轉場 再回到現在 他們就是突然有一天 可能約好了有一天 大家一起返校 然後就聚在一起 再看以前的東西 這樣子 的一個感覺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穿插一個 還蠻 就是一定會搓到你 累一點的東西 就是他們拿出了 出皮露的 照片 對 回憶殺 回憶殺 然後做的 然後 就是他們拍的那張 畢業照 對 就是還是學生 穿著學生制服的那個 畢業照呢 是完全跟 跟BMK一起身站 坐的那個位置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對 好舒服啊 天啊 太用心 然後 就是很 你知道就是很有說服力 很有 好好笑 我真的很想看綿羊的臉 就是很 很傻 蛤 蛤 蛤 對 喜歡 對 那個 那個 轉場真的很 轉場真的很 太強 對 我覺得很難過 就是他們笑的越自然 越開心 我覺得越難過 就是 也不是難過 就是 很 嗯 五味交集 所以 對 很漂亮 而且他們心制服 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 呃 大部分的 鏡頭都是 那個 學校 其實大部分都是劇情的鏡頭 然後比較少的是 呃 跳舞的鏡頭還蠻比較少的 然後 但我想說應該 應該會再出一個 舞蹈版本 對 好像出了 又好像沒出 對 然後 反正重點不是舞蹈嗎 因為重點是說 他們很輕 因為這是 這是 BMK48一起身的 MV 它不是畢業單曲 它是一起身的 歌 對 就是給一起身的歌 然後一起身全員都有 參與這首歌 然後 那件衣服超級無敵好看 因為 它是白色 然後 因為大家的造型都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很像女神耶 天啊 謝謝 謝謝老莎的 樂賽應援 跟妙灣種子 八大虎 他們都回來鼓勵 皮卡丘一樣 你這個比喻很酷 能懂 能懂 感傷 也不知道說感傷 感傷聽起來很難過 當然可能就是 不止難過吧 可能還有一些感動 不知道就是各種 對 買的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泡麵吃完了嗎 還沒耶 可是我有吃過了 就照辦法開著吃 然後 蠻辣的 欸我有吃到嗎 我沒有吃 你沒有吃嗎 我有吃嗎 好像沒有吃 沒有關係 你給你吃 我過水了五次 除非它都沒有味道 它還是辣的 對感觸 是的 感慨這段曾經的歲月 對的 沒錯 你們很懂 好恐怖喔 沒有部分 我懂得這麼 畢業的字 對 懂 最近真的是畢業潮啦 老實說 就是很多 我覺得疫情可能也有影響 然後 畢業潮以外就是 不只有畢業吧 就是 一些就是 也不一定 我也不確定 因為 是不是本來就是這樣 但 就是真的很多 喜歡的人 都不想畢業 對 迎接他們新的生活 對 然後還有一件事 我也是覺得 但是 這件事情是 發生在MV之前 就是看MV之前 因為他們更新了他們的大頭帖 就是BNK48的前輩們 然後 他們的大頭帖 超級活潑的 就是很漂亮 首先 所以一 他們制服真的很漂亮 他們制服就是白色的 真的很仙女 你懂嗎 然後因為二 就是 可能是因為快要畢業 或者是說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 就是一個 嗯 我覺得是因為快要畢業 所以就是像是 四次城下的頭貼 突然 因為他 宣布了 然後也畢業了 但是他的那個 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他就是 換了一個 夢之河的 那個 頭像那樣子 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也沒那麼的 沒那麼的 沒那麼的 幾軍警 對對對 然後這一次他們 就有拍兩個版本 然後 我有看到一個前輩 他就是 就是BNK的成員 然後他在下面的 caption寫 嗯 freestyle profile 哈哈哈哈 就是他們的 profile 這次是 freestyle的 就是 嗯 當然好像也有拍正經的 但是就是可能 允許他們去放一個 不那麼正式的 profile這件事情 啊 很可愛 嗯 現在 短髮頭貼很可愛 因為他很適合 你是說 施雅對不對 因為他很適合 短髮 freestyle 對 他就說freestyle profile 然後 然後 就是 對 就很可愛 例如說 我應該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story 我的限時動態的話 你們會看到就是 我有分享 昨天我有分享mobile的 那個 新的 大體貼 還是這樣 就很可愛啊 很可愛 而且music真的是超級無敵漂亮 超漂亮 真的很女神 怎麼可以那麼鮮啊 而且大家有妝都好完美喔 我想說這個燈光 真的是超級無敵漂亮 mobile的很好看 對吧 真的是 啊 好想要見到mobile 我但他又畢業了 大家趕快送我去賣 就算 在circle jam 見不到mobile 也希望在泰國 跟他呼吸一樣的空氣 或者是說 可能 搞不好 搞不好去了就有機會 聯絡到啊 是不是 就是 所以還請大家 就是 就是 多多幫助我在 TikTok上面 幫我按讚小青的影片 謝謝你 嗯 對 對 而且 就是 我也很 我也是很期待 也很希望自己 可以 就是有這個機會去 跟 更多的 成員 跟前輩們交流 對 我真的很 呃 但同 於是同時 就是還是可以見到 就是 BMK的前輩們 跟 CGM的前輩們 CGM你不算前輩嗎 不知道 但是其實就是 各個姐妹團的成員 反正就是 呃 很想要見 很多我想要見的人 對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 祝我一臂之力 我超想要見 可寧 大家知道可寧嗎 可寧是CGM的 成員 然後 她很可愛 她真的很可愛 就是 她是 茉莉的 Santa 對 然後我也很想要見見 Santa 對 然後 就是 很希望 可以跟他們 就是 一 首先第一 當然是非常的想要在 舞台上表演給大家看 然後也 有點像 這樣這樣 不甩 好沒事 就有點像 呃 海外 海外 海外演出 本身就是 有點像 怎麼說呢 外物 對 但是是海外的 對然後 外拍出 對 有點像這樣子 然後 第二件事就是 真的很想要 就是 跟 姐妹團的成員們 一起 表演 對 我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對 希望你們可以祝我一筆之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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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幫我多多擴散出去 然後 讓 其他 就是 朋友們可以幫幫幫忙 這樣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你們最好了 你們最好了 謝謝 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 你是不是想看可愛的妹子啊 都想啊 大家都那麼可愛 對 對 哈囉 哈囉 芋頭 哈囉 累 哈囉 海豹 我今天真的是 很腫 眼睛很腫 喔然後 我要來分享一下 那天我拍 Believers 的 那個影片的 的故事 就是那天 前一天 喔我是 對 前一天 我是昨天去拍的 但 姐姐好像12點才發 對 我覺得有點晚 但 無法預測 對 然後 然後呢 嗯 因為我昨天去拍 那前 Giwaru Days的MV 是前一天 就是 晚上看的 然後我昨天 我前一天就是哭得很慘很慘 所以我眼睛超腫 也沒有超 但是還蠻腫的 然後昨天就是 拍的時候就是 眼睛還蠻腫的 走到現在 我跟你說 你看我眼睛就是 一個拋 一個拋 就是很腫 但我忍不住 一直趁 就是一直 往盡頭那邊 拍 謝謝Alco的紅玫瑰 謝謝 握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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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那麼遠拍嗎 喔 也沒有 就是 沒有 那是因為要看清楚舞蹈動作 對 因為舞蹈影片不怎麼這樣子拍 對 而且我一直笑著 所以就是應該看 看不太出來 但是他眼睛還蠻重的 然後 然後 我要講我的一個小巧思 首先一是 我本來是 首先 啊 好先講小巧思 首先一就是 我想要在很漂亮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因為沒辦法 也是可以直接 看那個舞蹈 舞蹈version 來學舞 但是我就是看 Mobile的直拍 學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唱的比較像 Veliver 完全不像 Veliver 風 的衣服 他是一個紫色 他們原本的衣服 是紫色的 制服嘛 就有點像 蠻華麗的一個小公主 公主的感覺 然後有點沙 這樣 對就是 雖然我也不是紫色 但就是有點沙 這樣那種感覺 真的蠻像 我自己覺得 還不錯蠻像的 然後 髮型的也是盤起來 就很像Mobile 這樣 真的想很動 就是 就是 就還蠻 就 對啊 就是很想 很想跟他很像 這樣子 但是又沒有到 完全抄襲喔 對 就是 也想要有點自己風格 對 我覺得蠻像的啊 對 其實有在參考了一下 Mobile的 的 感覺 對 然後 還有第二件事情呢 這不是小巧思 這是一個 花絮故事 但是 超好笑 因為我記得大概去 去年嗎 還是前年 大概 也是 十一月 現在十一月 十一月 十月底 十一月的時候 我們有去 捷運 GO捷運指達 有拍 拍 一集是去台電大樓 然後那邊有一個 花海 就是 就是教大家拍 拍照的那一集 對 拍花的那一集 然後我記得 我記得好像是十月十一月的樣子 對 然後就去 我想說 欸我很想要在一堆花 的背景下 拍 對 然後結果 然後 然後其實我出門的時候 有想過 有可能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就是 沒有 雲爵有提醒我 他說 會不會 花期過了 會不會花期過了 我說不會吧 我記得就是 因為有影片作證 我就是捷運的時候去的啊 對 然後首先 依我們找不到進去的路 因為 因為這跟 我們平常 我們是坐公車 坐到那邊的 就是 古亭跟 台電大樓那邊 之前呢 是坐捷運去 所以就是 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找了一段 就是 找那個地方 找了一點時間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去到的時候 我發現我要拍的地方 那邊是 挖土雞 一堆泥土 因為花期真的過了欸 然後就一堆泥土 然後就說 嗯 OK 好 好吧 呵 然後就 好吧 那那那那那 還是我跟土拍好了 這樣 謝謝 字尾的真情告白 謝謝 雨晨的 風氏族 對 然後 就沒有那個 就是跟我想像中 完全不一樣 但是其實 那個地方呢 是古廷 古廷 古廷什麼公園 古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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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河 河濱公園 對之類的 反正就是 那邊就是土 然後 但是呢 就是因為那個地方還是有很多很漂亮的 就是它很廣闊 我真的蠻喜歡公園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地方很廣闊的時候你會吸到很新鮮的空氣 我覺得整個空間很舒服 然後那邊也有很多草 就是那種綠油油 也不是綠油油 反正就是 草地 很乾淨的草 草地 所以就是想說 還是用 草地背景好了 這樣 然後呢 我站的地方 我拍影片的地方呢 旁邊有一個油桶 因為那邊就是 剛好就是那個工人們 就是 在工作的那些工人們 就是剛好在休息 他們就坐旁邊 然後 我就找了一個 蠻近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 就是我看到 我旁邊 我拍影片的旁邊有一個 油桶 那麼大的那種 鐵的那種油桶 但是它裡面好像沒有放東西 它只是放在那邊 然後我就說 我要跟這個油桶拍照 就是在那邊鬧 我就說 剛好你覺得要把我拍耶 然後這樣 然後就拍完之後呢 我就 因為我在播音樂 所以我其實聽不到那些工人跟我講的話 然後後來 因為他跟我講話 所以我就先關掉 我說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你就把他拿起來 然後這樣 他很輕啊 拿起來拍照 好可愛喔 然後 因為 其實我 大家都知道我那天穿的蠻俗女 蠻斯文的嘛 就是還蠻 可愛斯文的 氣質感 然後 因為很 我跟他有一段距離 然後直接跟他說 沒關係啦 開玩笑的 超級大媽耶 然後他說 沒有啦 開玩笑沒有再 沒有拍個照 我就這樣子講耶 真的超好笑 然後我就 然後後來我講完之後 因為有點距離 我才這樣子打講 我說沒有啦 你真的在笑死 天啊 我是年紀到了嗎 我怎麼可以做出那麼的 就是 年紀到了 那我的 我不知道 不太青春的事情 呵呵 我是這樣耶 然後我就 哈哈哈哈 耶耶 對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 中途有很多路人 也沒有路人 但就遠遠的看到 或者是說 其實那邊是一個 不是計程車 自行車是什麼 腳踏車步道 嗯 對 腳踏車步道 腳踏車步道 然後就會有人 就是踩腳踏車 但那天的人不多 因為我 我是挑早上去的 因為我想說早上 應該陽光會比較好看 又不曬這樣 很熱 那天很熱 然後呢 就有人經過 或者是說 就遠方看到我 他們就會說 很棒 那我就是那種路人 不都會這樣嗎 那種比較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 就是經過 然後可能就會 把你當就是 小女生 就說 很好看 或者說 很棒很棒喔 這樣子 有些人可能會尷尬 但我就說 謝謝 我說謝謝 哎呦謝謝 這樣 沒有我真的是 還蠻 就是蠻開心的 對因為他說 跳得還不錯 這樣 很可愛喔 沒有啦 就是剛好那天 比較困憤 是的 只要我踩就是舞台 對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邊還有一個 裝置 一個順 一個裝置 然後那邊 是有個大 很大的喜子 就是 啊 我有看到這個 那個 那什麼喜慶的那個 兩個喜 加起來那個喜子 就是結婚那個喜子 然後我就想說還是我就在 就是我第一個看到的 的一個 建築 建築嗎 這叫什麼建設 就是那個 然後我就想說還是 就是有一點 我不知道 這種台灣的味道嗎 也沒有 這種 喜慶的味道 對 要不要就在喜字前面拍好了 但是就是 算了 沒有那麼好看 還是走一個自然的路線吧 對 欸如果被地獄 地獄10 喔好噁心喔 所以我就 回到我原本計畫的地方 原本計畫的地方 就是那個 那個草地 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那天有很多鳥 對白色的鳥 然後飛來飛去 對 童話 其實也沒有 沒有到那麼大媽啦 就是偶爾 可能太high的時候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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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欸那天真的是很 很熱 明明已經是11月底了 但是 像是今天 今天也很熱 我其實這幾天一直穿 長袖 對 就是沒有到很厚的長袖 但就是正常的長袖 但我今天真的受不了了 就是我就換成 我現在都是短袖 就是短袖短褲這樣子 就是因為今天真的很熱 你不覺得今天很熱嗎 對今天很熱 今天就是 我甚至想說 今天要不要開 開點風扇 我剛剛想說開冷氣 然後想說冷氣好像有點太誇張 這幾天我開冷氣欸 真的太熱了 在哪裡 學校 你說房間 對因為我沒有窗 你們室友OK喔 因為只有我 我一直照得到太陽 就是完全在戶外的感覺 他們就是剛好被擋著 我們都沒有窗臉 對啊 就很熱 而且因為我剛從 就是很冷 就是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已經感受到 冬天是有多冷了 對 他們還不算是完全入冬 就是因為入冬 好像會下雪 下雪 對我還沒有見過雪 但是 就還是已經很冷了 然後回來又覺得好熱 台灣怎麼那麼熱 而且我甚至覺得 已經好久沒有感受到冬天的感覺 覺得不覺得嗎 是啊 就是怎麼熱都會到 11 12度就停了 好像也沒有到11 12度 可能就是 十幾度就停了 就 我記得以前 在香港最冷 可能有9度 8度也試過 7度吧 最冷 感受到7度 然後要穿羽絨衣 什麼之類的 但我來台灣 就是這一兩 不要說來台灣 就是這一兩年 就可能之前也滿有冬天的感覺 但這一兩年 真的是我連羽絨衣都沒有 拿出來 就沒有船的感覺 甚至沒有到開冷氣 因為冷氣比較貴 對不對 又比較那個 耗那個 耗能 看天氣 之前遇過冬京快20度 但 就是現在就是 冬天很短啊 就是 可能真的是 這個世界在變化吧 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反正就是 冬天真的是 越來越短了 然後 夏天 你不能說夏天 夏天很長嗎 還是說其實四季有點移位子 就是有點像 一二 呃 氣候四條 對 二三月才開始冷 之類的 我還滿想要就是 穿穿我的羽絨衣 反正我買了 因為我買了 我從 我很想要買一件外套 就是比較輕的外套 因為我現在的外套有點重 就是厚的外套有點重 我想要買一件 不厚 欸不是 呃 不太厚也不太薄 然後保暖 但是又輕便的外套 所以我就去韓國買了一件外套 但是 拿回來之後 我真的發現台灣 我已經有 刻意的選 因為韓國現在買的衣服 全部都很厚 然後我送了 髮爵一件衣服 然後他也是刷毛的 就是 韓國就是這樣 正常的衣服 都是刷毛 因為太冷了 那段時間 那個地區 什麼 我的生日禮物啊 對 提早送他的生日禮物 刷毛 看不到 我有給他們看過 對 然後 我已經有刻意的選 就是台灣 不太會 就是台灣至少能夠用到的 就是 厚度 因為我知道就是 它有更厚的喔 對啊 毛毛的那種 絕對不會用吧 絕對 對 刷毛其實也很少 已經算薄了 這個 它有那種很厚的 然後 而且他 我想要去買運動裝 對 然後我發現運動裝 全部是刷毛 但是我買運動裝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為 就是上課跟培訓 我們都是穿運動服嘛 所以就是 會用到 那 我們跳 台灣氣候就已經很熱了 然後我們跳也熱 所以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穿刷毛的去跳 嗯 所以 運動裝 不是運動裝 運動裝 衣服 運動裝 然後 然後 呃 我已經有去選 比較輕便一點的 外套 但是我買回來之後 還是沒 還是還沒用到 現在才11月 現在已經11月22號 嗯 就我還在 穿 穿 薄外套 甚至是說我沒有穿外套出 所以其實以前我們出外務的時候 我們都會穿外套 就是 預防啊 其實也不一定是擋制服 反正穿制服 我覺得這一次 Rumor制服並沒有那麼浮誇 好像也不需要特別去擋 就是 不然的話就是 有點奇怪可能 但 呃 就是近期來說 就是 就是 我也沒有帶外套 所以我也沒有穿外套這樣 因為 有時候就是可能怕 到時候那邊的場地會比較冷 還有就是擋一下制服 我們都會穿一件外套在 呃 就是出外屋的時候會穿一件外套 但就是我最近也沒有在穿 因為是太熱了 對 根本沒有帶外套出門 12月通常會冷 希望吧 我覺得會啦 大概通常 去年的經驗來說 可是去年這個時間已經開始冷了吧 今年還在很熱 真的假的 12月 但好好 我覺得好誇張喔 就是 短袖短褲 至少是短袖長褲吧 秋天 就是沒有秋天 是 今年應該會比往年冷 台灣是12月到2月 差不多吧 而且我記得 就大概是 前年還是去年 就是我記得 握手會也是 因為我握手會好像大部分時間 辦在 我不知道有一種 一直辦在 年頭 跟年尾的感覺 年頭跟年終嗎 差不多 的感覺 然後 然後 我記得我有為了 某一次的 握手會 但我記得那一次好像延期了 然後 某一次的握手會 我就買了冬天的衣服 2月 因為我想說2月會冷 所以買了冬天的衣服 但沒有 那一次還是很熱 那天 那個 那一次的 那一年的2月還是很熱 好像是 對啊 每次都是按2、3月 可能會有一場 我所會 之前的衣服沒有用到 應該也不會 我買的衣服也不太會 沒用到 通常就是在 可能在某個場合之後 穿這樣 謝謝Tim的掌聲鼓勵 所以 有一直延期的印象 對 有一年就是 一直延到了 5月嗎 附近 韓國時差跟台灣時差不一樣嗎 快一個小時 對 差了一個小時 沒在握手會用到 因為就是 因為 例如說這次的握手會 我已經準備了這幾套衣服 然後 如果它延期的話 我可能會 在這一段期間 就已經穿過了 所以我就不會穿 除非是比較特別的衣服 例如說 那個校服 什麼校服 不是校服 製服 學生風的製服 什麼的 可能就會比較 想要留到握手會的手穿吧 京都 橘 高校 製服很適合你耶 因為是橘色嗎 但而且有時候 就是我握手會 決定的衣服 有時候是 真的是私服 所以就是 私服就是 不一定 只能在握手會穿 就是可能我平常也會穿 這樣子 這一次握手還沒想好耶 但好像有點早 不然我一直就是 想來想去 會想很多東西 可能就會臨時又想要 就是穿其他東西 熱一點還好 不然看不到一些人獨自住裝 還太久 一個月前就準備好 你說要 沒有我說我穿了衣服 要一個 沒有我還在想嘛 就是 還有很久啊 還有 三個月 就是 對 下次帶法法去韓國穿韓服啦 如果 有錢的話 我們還可以去旅行的話 這個前提是 還有我們還要有時間 對 時間比較重要吧 反而 我們最有時間的時候 就是寒暑假 對啊 但是寒暑假 等我大學閉了 你會想要粉絲穿搭主題嗎 當然啦 因為我所會 當然也看 看情況 你們想玩的話 想玩的話 就可以一起玩 因為 畢竟我所會這個就是一個活動 不只有 你們來見我 也是我來見 我見你們的時間嘛 那就是如果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大家都玩得很開心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的啊 這是租韓服很貴嗎 還行 對 看現在也不知道 明年三月會偏冷還是偏冷 對啊 很難耶 有說是什麼身份的人穿了嗎 沒有 對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說我是樸素 不是說我穿金色是 你現在是在講什麼 你穿金色還穿樸素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 要穿的穿的好像高貴一點 所以我選了個 就是 很乾淨很漂亮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的衣服 但是後來呢 姐姐就是有個 就跟我一起去的姐姐跟我說 她覺得其實 其實老實說 身份越高貴的人 她會穿的越華麗 就是你的衣服就是很 可能壯色啊 又或者說有很多配色 或者是什麼什麼 所以其實我這樣子 穿白色跟 比較很淺的顏色 反而是比較 沒那麼厲害的 沒那麼身份 沒那麼高貴的人 才會穿 對對對 就是我看起來好像穿得很漂亮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很乾淨的感覺 可是那種布料來說 應該也是高貴的人吧 感覺 對就是 她說可能就是 當然全部都是姐的 可能是 普通的小康的貴族女生 這樣子 不錯啊 因為我覺得穿韓服 進宮殿這件事情 好像本身就不是 平民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你穿韓服 然後在 宮殿出現 你就一定是貴族了 對 然後 但是呢 你身份很 很普通 韓服是那個年代的人 每個人都會穿的衣服嗎 就是韓服 是這樣嗎 當然應該有分類型 就是 就像是 漢服 漢服有 分 就是比較厲害的 跟普通的漢服 那個時代大家穿的衣服 其實也叫漢服 就是 那種感覺 對 反而沒有很華麗的感覺 有點過度可愛 蠻華麗的啊 輕輕的 對 但是太淺了 也是太淺 所以就是 對比來說就是不華麗的東西 對 應該不算是宮女 就是普通的貴族 宮女可能要在 就是沒有那麼亮 裝飾和下面之類的 其實因為有花紋嘛 就是應該就是 不 我不知道 對不起我沒那麼熟悉 但是我個人 因為我想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穿 黃色 因為我覺得黃色有點 黃帝 不是 就是因為黃色我很喜歡 但是我會覺得黃色會不會有點太 呃 就是說 就小群喜王的顏色 要不要挑戰一下其他顏色這樣 對 然後 我就說 但後來我想了一下 我就覺得還是蠻好看的 就很想穿穿看 對 然後就 就用了 用了最 就是 最乾淨的那套 而且我跟你們說 就是我 我穿的時候我還不會穿 就是 就是我拿了很多東西 因為 因為我完全不會喊穿 然後 就是 因為姊姊還在挑 然後就說還是 我說我要先去換嗎 他說你先去換吧 我說那店員會幫我換嗎 他說 看了一下那邊 然後就說不應該不會喔 他說 好 然後我就走進去 然後我自己 亂搞一通 然後他出來之後 那因為把 那個 衣架還給 店員嘛 然後店員就看著我 然後就看著我 綁得完全不對 然後他就說 欸 為什麼你 他沒有說話 他就是一種感覺 欸 為什麼你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看了 看 就是看了我 一圈 然後說 用英文啊 好像說什麼 not this size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 就是陪我再進去更衣室那邊 然後重新 全部重新再穿一次 因為全部都錯了 全部都錯了 穿著身心也蠻厲害的 對我是整個 就是穿錯 沒有沒有他也沒有到生氣 他就是 欸就是你穿錯囉 這樣 對然後我完全 我完全 然後他本來想要跟我 他就是用手勢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說英文 對我剛才在回想 我剛才說英文 對 也沒有 喔對啦是選錯啦 就是 除了外面那一層之外 因為裡面那一層比較 也沒有到複雜 但是就是 他有很多繩子 就是 我不知道哪一條繩子 綁哪一條繩子 然後我是整個穿翻了 對 看起來都一樣 因為 蓋上那個之後看起來很像 真的很難欸 左右邊的規則 我覺得那個算是蠻好穿的 但是 因為裡面那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 襯裙嗎 裡面的內襯裙 他就是 有分前後 他穿法有分前後 對 裡面塞什麼 就裙襯啊 襯 裙襯 是吧 襯裙 裙襯 就那種很大的 那一種 韓國有分左右邊嗎 嗯 好像沒有 店員傻眼 店員很可愛 好不好 但他其實只有三件事而已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遊客 呃 就是 一件 外面的 一件裡面的 跟 襯裙 對 裙襯 裙襯吧 對 然後 衣服呢 除了 你也可以穿 那種叫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不是 古代的人 我們沒有那麼多 講究 而且我們還是外國人 然後外國人以外呢 還是 就是 觀光客而已 對 就是體驗 韓服體驗 這樣子 所以其實沒那麼的規矩 甚至是說我頭髮其實也不對 就是 你要說的話 當時絕對不會有這種 不會有這種 髮色 也不會有這種頭髮 對 但就是 就是這樣子一個 韓服的體驗 所以就是 你也可以穿 那種發熱衣什麼的 因為很冷 但就是 就是 就叫我穿比較薄一點的 裡面的衣服 跟褲子 就不會 就是不會就是 換了 對 就我裡面就穿牛仔褲 因為很冷 然後鞋子也 就是除非你要 你也可以加錢去買 但我就是普通的一個體驗 一個小體驗而已 所以就是 沒有 沒有特別去 就是 加購這個部分 對 然後 嗯 頭飾什麼的 就是所有 我現在是做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韓服體驗 但如果大家想要華麗一點 更像更像 就是 嗯 更貼近體驗的感覺的話 就可以就是 多加購一下 其他的配飾 對 我現在是這個 就是只租了衣服而已 然後他有 那邊有幫忙 去做髮型 然後免費的 只有三個髮型 所以我做了 其中一個髮型 哈哈哈哈 就是用免費的服務 謝謝 而且我也是考慮到我金髮耶 所以我沒有選藍色 不然其實我有點想選藍色 對 但我覺得黃色應該還蠻搭的 因為我的頭髮 也不是金髮 就是中 橘中 這樣子 沒打字的話 我真的會以為你是韓國人 你說 那天的照片嗎 而且宮殿真的很漂亮 因為 小資女旅行 宮殿真的 因為我真的 越長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見識越 就是見 看過的地方越多 我覺得真的很喜歡那種 大公園 大廣場 就是那種很廣闊的天空 很廣闊的地方 很廣闊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去慢慢走 可是我們那天 去的有點晚了 所以我們有點急 我們沒有把整個景湖宮 掛完 對 但是 所以又死了 對 所以就是蠻可惜的 可是就是 很漂亮 宮殿很漂亮 然後 就有看到一些 就是裡面的建築物 跟很大的湖 然後 就是會讓你 不僅去 就是 你會開始去想像 就是以前其實是怎麼樣生活的 就是還蠻喜歡的 對 對 而且人連人 因為太大 所以你人多 你也不會覺得人很多 對 大概是這樣吧 我很喜歡 就是我放在現實動態那幾張 只是 我覺得 就是 他很適合把現實動態 還算我沒有PO鐵文 但是就是 遠 遠的那幾張 我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很有那種感覺 對 哈囉阿虎 對 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好像差不多把 其實還有很多照片 但是就 就覺得發太多也是 就是 就好像沒有要 就沒有要發那麼多 對 好想吃喔 我要再吃一個了 救命 超好吃 最慘 又吃 快沒了 阿你們不是說叫我繼續買 完蛋小偶像的體重控制 這個吃了才不會胖咧 才不會那麼快 我吃十個都不會 他會脂肉欸 因為他不會 不會 不會那麼快胖啊 除非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一堆 你才會胖 但是呢我知道我明天不能吃這個 因為 因為這是辣的 對嗓子不好 但就是 控制到 一天 就是我不吃的原因是 他對嗓子不好 他不是辣條 他是 魔玉爽 熱量很低嗎 我要不要今天把它吃完 真的很好吃欸 你要確定 他其實蠻 應該會飽的 他能量有 他能量有 一九二千角 他沒有說熱量 能量是熱量嗎 不是 就是 就是 對 脂肪 脂肪 脂肪有二點八 那還蠻 其實很 很不胖 但是我自己覺得 你看 因為他很油 好可愛喔 I'm fine 好笑喔 你好油喔 但真的是 每一百克的成分 他 沒有一百克 他幾顆啊 他眼睛濕濕的 他沒有說他幾克欸 但這種吃多也不好 因為 就是他太多加工品了 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是嗎 三包 可是很想吃欸 要吃嗎 留著嗎 什麼意思 我還剩三包 OK 吃完了 再一包沒關係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但是啊 不得不說 就真的很辣 噴火 噴火 好辣喔 吃辣的東西的時候呢 是不是喝水會越 越喝 就是越喝越辣 不會 喝水欸 對啊 不是說喝牛奶嗎 好辣 想喝牛奶嗎 可以喝 老酸 不要 這個真的不要送給你 想辦法 我要送給林玉 管他的 送給他就對了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喜歡 因為黏牙 真的 沒有很推薦大家吃 這個 欸 是不是王一家 送給王一家吃好了 吃誰 一家 一家 送你生日禮物 你要接住我的愛喔 騰扣你的雙手 嘿 我的愛死你了 請吃 你吃吃看 好 好的 我在直播 是不是有點晚講 他都要走到消失了 等一下 還好我沒有講手 我跟你說 你是不是手牽手啊 真的嗎 不是吧 我聽說不是啊 是那個 A的目 對 其實那個是 其實手牽手的第三 第三 第三 第三套公演 我們現在是 規劃好了 對我們現在是 的是目 對 我們下一個公演是 阿目 是A的目 A的目 大家就自己猜好了 而且 BMK還出了 我不知道怎麼唸英文 很愛喔 Pioneer Pioneer 英文也是這樣唸嗎 我不知道欸 就是 先驅者 對 A的神曲 超神 超神 對 而且歌詞真的很棒 我說 先夫 給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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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還掉了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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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丈夫 大丈夫 很好喝欸 很好喝欸 不知 上次 上次有 就是 品牌送給我的 TK TK Lab Yeah 就突然開始喝 因為很辣 不可能拿那個解辣吧 但就是還蠻好喝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 我因為沒有很堅持在喝 所以我不知道它 有沒有那麼的有效 如果是想要 就是真的 它有點像 它有三個口味 然後 但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 就是我沒有收錢說 我其實不應該打廣告 對 我其實不應該打廣告 但是還蠻好喝的 對 我就不太多講太多了 對對 對 所以不太能打廣告 對 無情業配 對 這樣子就是 有拿到這個公關品的部分 然後 很好喝 謝謝公關品 對 對 畢竟我們還是不能隨便打廣告 全家那些都不是廣告 那些都是 就是 推薦 好不好 推薦跟分享 好嗎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感受到我的嘴巴有變紅 你有感受到我嘴巴變紅嗎 就是 口紅 但正常來說 這個時間點 我已經把我口紅吃掉了嘛 你看現在還是很紅啊 就代表 嗯 就真的很辣 就真的很辣 我知道我們剩下這些時間要幹嘛 我等一下 我先 其實我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 我想要 看一個 我想要看一個星座運勢 各位你們有在看星座運勢嗎 我來跟你們一起 看星座運勢 但我記得我好像看過 但也好像沒看 我有沒有把它聽進去 十二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 唐啟洋老師 唐啟洋老師的 星座運勢 嘴巴麻麻的嗎 就是很辣 熱熱的 你要不要看 唐啟洋老師 唐老師 10月21號到27號 10月21號到27號 好暗 這一周 udd 就是那個鏡子的反光 好黃 我很黃 對不起 我要怎麼樣才能讓我的螢幕再 白一點 禮拜二是一月二十二号 太阳就近射手座了 如果你是麦快的羊群自己颜色 白色 不要让我量其他颜色 我就白色就好了 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觉得 啊终于到了年尾 我们是不是要happy一下 要有个年终的晚会 要去哪里玩 是不是要好好休息呢 很多人就在做这些计划 或者是第二个重要的心想 就是木星要顺行了 木星要顺行了 会在礼拜四的时候正式顺行 在双鱼座 木星就是正能量各位 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希望 你们会听到他讲话吗 还是我要再复述一次 谢谢永哥的缘分相遇 有呼唤 由于什么事情让你触动 让你澎湃 有一点冒险都没有关系 抓住这个正能量 它就是为你打开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奇迹 而木星顺行双鱼 它一定会放大双鱼能量 不会太久 可是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会有好的电影可以看 你也很想去看好电影吧 或者是好的戏 或者是大家都有很融入剧情的讨论 还有你家 好啊 是剩我跟你没有看吧 他刚刚就他没有看啊 他就回台湾了 去啦 我忘记了 或者有一些广告让你觉得很有趣 这都是影响社会的现象 那我们不来看对各个星座的影响 我们再不看我们就忘记了 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 没有 台湾座 台湾座 那以至于你自己很挫折 但是他有那么糟吗 你应该要征询周遭客观的意见 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有一点失落 或者是有人可能正在结束一段感情 巨蟹 刚刚巨蟹的朋友 在工作你很想要突破 所以你很常会看到自己没有突破的焦虑 看到的是突破不了的那种恐惧 或者是让你比较失落 不要让情绪捆绑你自己 对 加油 其实感情应该蛮稳定的吧 但是你很希望有一些变化 你又不说 那这样变化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要勇敢说出来 这首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或事业上呢 你最近有点压力或打击 值得你有点封闭自己 你开始觉得很多坏人 或者是讲了也没有用 类似走进了这样的一个心态 跳过了 还有人要特别看什么 我要看柿子座 柿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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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秤 天蝎 天蝎是網易加 環角不在 雙語 讚的 金牛是 陳世雅 雙子 是李孟辰 天秤 你要下定決心 要有一點創意 破釜沉舟 這樣就可以打開你的格局 感情方面就是 工作很重要喔 摩傑 你的工作方面會蠻順的 你有很多貴人 你每次都貴人很多 今天要感謝大家喔 彼此互助 彼此互助 蠻強烈的 一加一大於二 廣告 就聽完了 雙子座 你想要聽雙子座的 等我一下 我們 我們老闆也是雙子座 雙子座 在工作 在哪裏啊 在哪裏啊 想要看雙子座 雙子座 好像也是好的欸 這是雙子座 雙子座 雙子座 在工作方面 你會做到 拒絕協調或是牽線的工作 把那些很多人的組合在一起 然後做出更好的事情 就是你們這一周的任務喔 感情方面呢 你比較講究 公平 對 不公平可能會成為你一個 障礙 然後他說 你的公平不是別人的公平 可能要衡量一下 這是雙子座 小晴是雙子嗎 小晴是獅子座 我 我是8月2號 8月2號的 獅子座 我是 獅子座 然後上身也是獅子 我太陽是獅子 然後上身也是獅子 包偉跟高雲傑說 天秤座的運勢 小晴每週會看分析嗎 記得的話就會 但因為 我是訂閱了嗎 對我訂閱了 就是訂閱了他頻道 所以他會 跑出來 對 他會 每個禮拜 差不多星期日的時候 他就會跑出來 跑出來我看到他 我就會點進去 點進去我就會看 但我覺得我還是 就是看不懂耶 就是 應該是說我看 我聽得懂他在講說 他用白話解釋的時候都聽得懂 但是例如說什麼逆行啊 什麼土星木星水星金星巴巴巴巴 然後那些什麼線 什麼奶道什麼奶公 什麼的 就是 沒有到很了解 然後也 對 沒有到很了解這樣 嗯 蠻信心座 沒有就是婷婷而已 就是 又會忘記 我腦袋其實沒有裝那麼多東西 但是就愛婷婷看 但如果 他講到一些比較類似的東西 例如說塔羅牌有時候也會 就是 就是 可能會測到什麼 你未來 可能會遇到 什麼之類的 好像 蠻有可能遇到的話 就可能 也沒有到特別留意 但是可能就會 停 就是放在腦袋裡面吧 就是聽聽看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聽了 我也 不能 不能做什麼嗎 對 如果你有聽到不好的 可能你可以做個心理準備吧 但是 就是 我 我 我自己是覺得聽了之後 我 實際上應該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 就是 好像你只是提早知道 你可能會怎麼樣而已 就參考 對 沒錯 就參考這樣 謝謝華華的真情告白 謝謝 對 好 結束了 各位 看完星座運勢 希望 這一周 順順利利 看看這一周 這一周也是蠻 酷的 OK 好啦 謝謝我好愛的掌聲鼓勵 之前要看手相 欸我沒有跟你們分享我的手相嗎 就是晚婚啊 好像是蠻聰明的 然後健康寶寶 我健康超好 就是 那種很健康的很健康的那種人 對就是健康寶寶 然後 還不錯聰明這樣 然後對自己要求很高 跟晚婚 今天穿了我的聖誕梯上班 哇 謝謝 對啊 我覺得蠻準的 就是對於那個 我好像很常被人說就是 就對自己要求很高 對 就是很多很多個方面 例如說 人類圖也是 然後 手相 但我還是 我真是很想認真的看手相 因為姊姊好像是略知一二 就很認真的那種 分析你的手相 那種 因為聽說手相比較準 我不確定啊 但我對這種類型 這種叫什麼 這種叫什麼呢 占卜類型的東西 還蠻有興趣的 可能有點中二的部分 有加持一下 就是我對這些 神秘力量 也沒有到神秘力量 那種 對 還蠻 那個的 嗯 手相也會變 對啊 然後 對 那後來看過什麼 塔羅拍之類的 以前看AK Bingo的時候 會有那個 每年的運時 然後我就會一直去找那個 自己相似的地方 對 但好像也沒有到很 很準 自己也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我不算深 我的手掌真的很不像深 沒有很深 OK 張畫髮 對 張畫髮比較深 對啊 我的普通 也沒有到很淺 但就是 也不是很深 很 很平啊 有要幫我看嗎 幫我看一下 如果你有知道 這是 這是什麼的 不行要浪Live 太糊了 我的 我的鏡頭沒有到 那麼的 好 這樣 我忘記的是 越深越好 還是怎麼樣 可以跟小型幾掌嗎 可以來握手會喔 握手會有人幫你看嗎 確定 有嗎 好的 那 差不多 就這樣了 然後跟大家宣傳一下 最近 的事情 首先是 星期六 星期六會有一個 叫做 等一下 西 西 西游記 音樂節 將會在 11月26號 原本是 11月27號的活動 改成了 11月26號 所以 就是 詳情大家都可以去看 我IG有 分享的 那個 那個活動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邊的詳情 如果你是27號 原本打算來的 但是可能 因為改了時間 沒辦法來的話 退票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訊 都可以在那邊參考一下 對 然後 對很期待 跟大家見面喔 是8個人耶 8個人 然後呢 這是26號的活動 那鄉親也是 在看一下官方的資訊 大家就是 留意一下時間 對 然後呢 27號會有 等一下喔 運 運彩的活動 一日店長 的活動 在高雄 那詳情也是在 就是看一下那個 官方的資訊 對 對啊 原本 但是其實我 我是 就是都還 我是都可以啦 當然是因為我時間OK 所以就是 換了日期就OK 可是就是因為 原本是很趕很趕的 就例如說要先從一日店長那邊 高雄店 就結束了之後 就馬上去音樂節 其實我有 擔心一點點 會不會就是 怕自己 體力不好 什麼之類的 精神不好 因為我很常 精神沒有很好 對 很靠精神撐下去的人 對 所以然後分開 分開兩天我就倒是 比較安心一點點 但 對 原本就是要一個趕 趕場的部分 對 所以還行 那就變成 就是分開兩天 然後兩天 如果兩天都要來的話 就可以 在兩天都見到我囉 這樣子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官方的微博 所以就是 沒辦法 但 就是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呢 可以就是關注我們的 個人 成員個人的IG 對 然後 還有一些各種官方的 帳號 Facebook 跟 IG跟官方網站 對啊 是的 嗯 謝謝 然後最後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小晴的 最最最最最大願望 是希望能夠 成功 到 Circle Jam 就是 我們在TikTok 有一個活動 然後只要你去搜尋 你去搜尋劉小晴 對 就會有出來一個 我在 AKB48 group Asia 的一個 嗯 帳號裡面 有一個跳舞的影片 然後希望你可以幫 我按個讚 然後愛心最多的那個 前五個人 就可以去曼谷的大舞台表演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我 多多的 宣傳出去 推廣出去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幫我 多按愛心 對 送我去泰國 耶 Twitter 對 Twitter也有 Twitter 好啦 那最後來唸排行榜好了 謝謝你們今天來看我的直播 謝謝你們 今天的第十名是蛋塔 都在蛋塔 第九名是廷瑞 謝謝廷瑞 第八名是黑傑克 謝謝 第七名是方方 謝謝方方 第六名是潘朵拉 謝謝潘朵拉 第五名是中瑩 謝謝中瑩 第四名是revel 謝謝revel 第三名是懷懷 謝謝懷懷 第二名是CQMK 謝謝CQMK 然後第一名是阿成 謝謝阿成 謝謝你 謝謝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來看我的直播呢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對 擴散擴散 擴散希望 擴散希望 嗯 然後 還有什麼 嗯嗯嗯 沒了 對差不多是這樣 還請大家多關注我的IG 耶 在這嗎還是這邊 謝謝 拜拜大家晚安 早點睡 下次見 喔下次是那個 是嗎 對 下個禮 下一次直播呢 會在星期五嗎 對 但有可能會 原本我是訂了9點 可是 可能會變成10點 反正就是Koharu night 因為又 一個月又結束了 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 會是Koharu night的環節 所以大家在 就是留意一下我的IG 對 拜拜大家晚安 太帥了 我聽到了